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什么呢 这是高雄的市调站金船说有炸裁案 有15名的调查官是直接被雄箭给带走 然后这个标题写的非常总动原因是什么 他写险些灭战 后来大家在报导之后才知道 原来这里面总共也不过就是17个调查官带走了15个 剩下两个说是刚刚报到的菜鸟 菜笔巴的 所以他们就说形同灭战一般 你会问这次是什么样的一个炸裁 好 原因是因为调查官每个月据说他们是有将近4500到5000块钱的一个业务工作费 就是可以请宪明吃饭等等等 让你去做调查用的提供情报对象的一些餐费 那这一笔钱据说有人服报或者呢就是直接拿其他的发表来报 甚至还说有没有一些公积金等等的问题 所以现在的内情不太清楚 但是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在网络上引起了讨论了 ptd的网友说那是二阿哥出事了吗 土城要开麦当劳了吗 这指涉意味很浓厚 但是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的调查战 基本上呢他是归法务部管跟所谓的陈其迈没关系啦 可是为什么很多人一开始就会想到了陈其迈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大阿哥不还在里头吗 大家就会开始来担心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 没有跟陈其迈都没关系 那是法务部的问题 法务部今天有回应了 一切呢都要顶公来办理来处理 那现在呢在政坛上面 大家说会这回应的可能是谁 一直被点到的 是这一位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但昨天这算不算失言呢 我们先谈看这段谈话 菁华城如果你要办的话 你先问你第一个题目 你们告诉我哪个地方不合华 他说土利 我说对啦土利哪个地方不合华 讲不出来吧 对啦土利 就是那个土利这两个字 那可能不是太好啦 原因是因为 现在这两个字很敏感 你又有案子好像现在呢 在市议会这边也正在调查当中 那下一步 大家就担心柯文哲了 因为今天8月1号 大家就在讲啊 当时郑文燦被收押的时候 绿营媒体好像收视低了一阵子 最近高宏安案 再加上柯文哲等等的案件 慢慢慢慢的好像在回声当中 就是从数字上面来看 但是比较敏感的是什么 他现在要搞啊 8月6号 好 郑文燦就是在生日的时候收到大理的 下一个8月6号 大家担心的是柯文哲 那也刚刚好有人说8月6号 星期二 以往呢 你看到简调那种 繽紛多落大搜索 很常是在星期二 那这是呢 这以往大家大数据推出来一个 一个时间点呢 是说因为礼拜一 可能还有些业务在进行 礼拜二刚刚好一个星期 大动作的 那会不会有这样件事情呢 大家不知道 可是现在政坛上面 确实有必 就应该要办 好 可是问题是 像现在呢 比如说 罢免高宏安连数破千 柯文哲就开始在讲啦 那是不是要罢免 民进党的立委呢 不要把大免当成政治工具嘛 而且呢 他也说到了 这个466块钱 他说呢 贪污466不用判刑 他不这样觉得 但是他想知道的是 民进党现在的新标准 是不是 就是贪污466要判刑 那没有任何的 讨论的这个 比如说环刑啊 或其他的 他觉得那是比例原则的问题 那所以呢 他就说 以后大家通通都这样 比照办理 所谓的466块 讲到的就是他 好 王玉文 公卫文 他那个时候呢 在担任高宏安的助理 这一回呢 他同样是有背叛的 但是呢 是缓刑 可是呢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他常常觉得自己背脊发凉 先来听听 他昨天在节目上的谈话 今天这是一个 中主诉的案子 从头到尾 那你也知道 有这么多双眼睛在看着 然后你也一直说 我们助理很无辜 你想要帮我们 那你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我那其实在家 真的就是 也不是说天崩下来 就是我突然觉得 我不知道我在对抗什么 就是 好 其实呢 在节目的访谈当中 他一度呢 是有一些些的哽咽 因为他谈到的就是 在他在接受检调的 这个讯问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16分钟 他觉得这里面 他经历过的 但是呢 在所有的录影录音当中 是完全的没有看到 他想问的就是一个 这个司法的公正性 网络上也有一些讨论 那下面的人就在讲 说这个呢 不是说贪污466不能判 是不是这样子判太重 也有人开始在问 是不是党政没有办对章 好 对比的是什么 网友会想到的就是 比如说邱莉莉 谈市医长 这一审已经判无罪 现在呢 全案还在进行当中 比如说陈宗燕 好 虽然说呢 有被监察院等等相关的内容 可是后来好像也都没事嘛 又或者是新竹棒球场 地下埋废弃物 现在还有在办吗 桃园巴德雨球场的 天花板塌下来 还有在办吗 超司鸡蛋还有在办吗 又或者是高端疫苗 很多人有很多疑问 但现在呢 告诉我们 63案都查无不法 这一些的内容 让大家呢 对于线下的 不管是政治或司法 会打上一个问号 所以就想请教一下 亮哥你怎么样来看 今天呢一个大新闻 就独家说呢 射调战金船卷入炸裁案 15个检调 调查官呢 通通都被叫进去问话 说形同灭战 因为这个金额也不大啦 所以给人家感觉就是 鸡飞城市的贪小便宜 就是大家随便惯 那就用 他说用这个可以请泄民吃饭 干嘛 所以我 我觉得可能就是 持续很久的一个 一个习惯 那当然是不好的习惯 就跟以前那个特别费一样 又历史工业了 我不知道 这个可能那个调查处 自己要去查 是 就说不同的县市 是不是都有类似的做法 因为他具体的致用状况 我们不知道 说事先我是领的 他事实上有没有花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细节 所以这个就不容易评论 坦白讲我不会觉得太意外 因为这种单位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所以他们应该是自己查的 可能是连政单位去查的 或者是检 检 检会查掉 这也真的很冷静 有军对上有军 就是有人检举 对了 没有错 那我觉得 这个王玉文的事 是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老百姓的心里面有很多对比 有很多对比的案子 所以你会觉得很多地方看起来 比如说桃园草地 郑文燦八年总共创造了市值 大概有六千亿 然后郑文燦连未税的案子 都收了五百万 那些已税的案子查没半件 人家就会有这种对比 台南光电 光电 台南光电 在这两年 它的标案都是全台湾第一 黑枪那么多 黑枪多 没有人是贪图光电的财 这谁会相信 然后光电也没有看到一个 比较明显的B案 大概最近益阳那个算了 不过那个是在台南吗 反正就是 人家就是会有强烈的对比 那466 不会有任何人觉得这个是 有这个意图 说他是贪污意图吗 贪污意图 然后只贪了466块 这个人家就难以连结 因为我们基本上 这个贪污自罪条例 那个第五条 是利用你的职务 你的机会来榨财 所以你是很有益的 这基本上是假设你是很有益的 就是你明知而违法 那龚卫文是台大毕业 明知而违法贪污466块 你就讲给谁听 所以我说如果法律是这样 那听起来就是完全违反我们的尝试 那我看司法院就要做个检讨了吧 这个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法务部 法务部他有时候也会去做 那个比如说检调要去抓 他要有一个判准 比如说以前陈定然不就说 潮汇标准是多少钱 是 对不对 反胜透法也说里长大概是 什么样的标准就要去查 这个也一样 这个不是属于法务部 这是司法院 就说这么多这样的案子 不同的判决都出来了 那你司法院 你总要看一下这些不同的判决 因为案子很多 我认为大概有累积到100个案子 有了 可是判决不一 那到底你的判决的统一见解是什么 你这个总要做这样的会议吧 事实上这个是司法院的责任 就是对法官常常因为 法条的不同认知 还有刑度的不同给予 那他有时候隔了一阵子 他就会做那个判决认知的 见解的一个统一会议 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 他确实应该要开个会 不然太多这种强烈的类比 那就会让人家觉得 好像当助理也是一个 有风险的工作 很高 就变成这样 其实当立委也有风险 你如果跟助理处不好 立委就能 助理就来讲检举你 所以说这里面到底 明确的界限在哪里 我觉得还是 要理清一下 想要请教一下韦翰哥 原因是因为在现在 大家想要讨论这一些 最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有一些是有强烈的对比 甚至有一些是让大家觉得说 有一些连结 所以大家就会有一些讨论的空间 甚至网络上面 就会产生热议 你怎么看 网络上面大家一定都会讨论很多话题 但很多基础的事实 其实必须要理清 像我们今天举这个例子 就网友就基本上 大家就是看热闹 今天是这个高雄市调处被调查 又不是高雄市政府 也不是陈其邁的家 这个是完全 是把握不完 这完全跟陈其邁无关 但不是陈其邁一定没有事 你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 全台湾谁有事 都已经不意外了 已经都不惊讶了 过去这几个月以来 就风声鹤唳 郑文燦也可以被深压 然后交保之后再延压 再跟裁 然后继续还要压三次 又压起来 对不对 然后高雄安跟严寡安也被判有罪 都7年以上 观众朋友这是高雄市调处 我看媒体报道 因为讲的并不多 一般我们看到都是检察官 他会协同这个调查官 或者是廉政署裡面的人 一起去 我今天去冲这个毒品站 哪里又破过什么的 这些人是协助检察官的人 还有警察 结果他们现在反而被调查 就是刚刚这个主持人跟大家讲的 一个月4千5到5千 那看起来规定就是 那个所谓的业务工作费 可以拿去他在办案过程当中所需 请他吃个饭 跟县民 你说县民为了拿了一个月4千5 县民的风险是很高的 但是这个钱并不大 但是也被查了 17个调查员 除了有一个不在之外 另外两个比较值钱的留守 剩下的14个 通通都被带去调查 那这也代表一件事 就是现在目前看起来 什么案子都有可能被办 连调查官 那谁去办呢 现在看起来 因为高雄市调查处 高雄市调处是一个大站 他里面还有他的前证站 可是调查局还有 北中南东的机动组 叫北基组南基组 他找了南基组的人去 他也找了连政署的人去 就是说我这里有三个单位 高雄有三个单位 南基组 然后市调处里面前证站 跟另外一个就是 另外一边的这个连政署的人 他找连政署跟南基站的人 去冲这个市调站 那那个南基站的那个主任 我看媒体报导 他是之前这个地方的长官 所以他知道说这里报状有问题 以前可能没有查 就像以前 大家看到盛文燦腕子没有动一样 所以当这个都动了 其实基本上 这也是等于在告诉全台湾 所有的检察官 各地 你接下来再看到哪里有 比这个还更大的案子 我觉得大家都不用太意外了 那个王玉文的那个事情 其实他已经讲了几天了 我一直在等这个地检署 应该要出来回应一下吧 就到底 因为他讲得非常明确 他自己看了以后 那他今天中午讲得更白了 他说就是检察官一直要他认罪 他说你认罪以后 你就不会有罪 就可以判缓刑不用关 你不认罪就是七年 就是我们这两天跟大家分析 就是这样 你只要认罪 基本上他就给你缓刑 那另外三个助理认罪 那他当然他是当事人 他可以决定他要不要认罪 他认为我没有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他们讲到后来 他说这个检察官有讲说 不录了不录了 所以后面的部分真的就没有了 那这个是不是合规一定我不清楚 我倒不是跑司法检查 我也没有经过这个过程 当这个现场是不是 不可以有停录的部分 如果他有检视说 我现在要停录以后 停录以后讲的话 到底算是什么 所以他等于就是 就是引诱他认罪就对了 那这个事情 因为是当事人 他都已经这样指控了 我觉得地检署 应该出来回应 第二个 我看到地检署有在讲 因为四个助理 三个都认罪 所以都缓刑 王玉文也是缓刑 就反而是 地检署大家去看 昨天有一个新闻是 台北地检署还要 他也要上诉 他对于王玉文 这个获得缓刑的事情 他们也不同意 他们认为他既然不认罪的话 他应该是要有刑期 不是缓刑的 好 这个后续的发展 我们可能还要再看 是 请教一下兵哥 其实高雄市调署这个东西 大家看一个指标 就是一下子带走15个人 好像很聪动 可是全部无保请回 所以什么意思 表示案子根本就很小 就是这样子 那据说是因为 他们有长官跟部署不合 然后下面有人去检局 才发生这样的状况 他们有没有这些行为 看起来是有 就是他们自己 为了职务上的方便 就是弄了 也是类似公积金这样的东西 然后去弄了这样一个工帐 然后谁绩效好 谁就可以多拿一点 谁绩效不好 谁就少拿一点 这种当然是 违反公务人员规定 可是我跟大家讲 大概几乎每个工家单位 都有这种东西 我讲的话真的 特别是像他们这种调查单位 特别容易有 因为他如果不做 这样的一个暴障 他很多东西 他比如说他要给宪明的费用 或是要做其他费用 他很多弄不出来 要不然就要自掏药包 你觉得他可能自掏药包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直以来 至少从我跑新闻以来 我就知道他们有这些东西 那问题是 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办法 把这些东西法制化 为什么我们都是老是要让这些单位 就是进行这种 游走在灰色地带这种 到底是合法还不合法 也不知道的东西 我觉得真正的重点应该是在 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全部法制化 是 让他们不要有这些模糊的空间 这才是应该走的路 那王玉文的东西 我是觉得他蛮可怜的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一个受薪阶级 他不是主事者 你 其实实际上你看法官的判决書也知道 法官都认为他没有贪污的意图 那没有贪污的意图 为什么他要被判刑 虽然是缓刑 可是你看检察官现在还不服输 还要再来 因为你知道吗 现在 检察官大概都有一个模式 就是你认罪 那我就给你缓刑 然后缴回犯罪所得 那如果你不认罪 我就给你判很 至少我求刑很重 然后再看法官怎么判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本身是很奇怪 检察官好像你的目的也不是 要把所有人都判刑你才甘愿 你身为检察官 你是不是也应该要看看 这个人到底 他有没有想要犯罪的意图 我觉得犯罪意图本身是很重要 我实在看不出来 这个王玉文到底有什么犯罪意图 我看他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拿了这些钱 那请问一下 那为什么这样子也要让他入罪 难道就是为了去整高宏安吗 我认为高宏安有一些地方是可以的 是有问题的 可是不能因为你们要去弄高宏安 就把旁边所有人全部扯进去 这样会不会太离谱 那我也必须说 从这件案子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一个人做人成功或失败很重要 你做人失败的人 就是你整个办公室都跟你反 就是这样 那柯文哲这一个 你说他算失言吗 我真的觉得还好 你顺着他的语气 就知道他想的意思大概是什么 他当然不是自正脊椎 说自己徒利 那至于说他到底会不会有罪 我认为他未必会有罪 但是他接下来一定会官司产生 一定很多官司 一个 两个 三个不断的接着他来 因为这个大概 至少在赖清德那些四年 这是跑不掉的 柯文哲就慢慢玩吧 好 我们先记一下广告 广告回来我们继续来说